这个总统赖清德在上任之后 对于很多两岸的事务 还有国际上的事务 他其实从来都没有发表谈话 但是今天呢 针对郑文灿的这个案子 他倒是很快就说话 我们先来看到 我们有帮大家解脱 而总统赖清德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有发声明 他说只要涉及非法检调都应该查办 他今天是在台南出席一场不公开的活动 然后面对媒体询问 郑文灿涉摊一事 赖清德说不分党派 不问何人 只要涉及非法检调都要查办 而且是勿忘勿纵 好这个态度呢 跟民进党中央的态度是一样的 好对于很多这个 两岸之间的发生的争端啦 国际上的事务啊 赖清德都没有发言 但针对这个案子很迅速 下午的时候就立刻发表 他的态度表态了 好接下来呢 这个是继续查下去吗 是不是呢 这个总统的态度某种程度 也已经为真情的这个案件定调 问一下李将军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乌鸦嘴 因为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我两个月前就已经 在本节目之中 大家看一下 预告了 再按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那时候就已经讲说 郑文灿是赖清德最大的威胁 我在我们本节目里面公开讲 两个月前 其实连我这种 这个军人来讲的话 我都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两个之间一定会这种明争暗斗 不是明争暗斗 可以说杀了死去活来了 那像蔡委员这种 在政界打滚这么久的高手的话 那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我特别要讲 这件事情来讲 我个人觉得说不会有事啦 这个郑文灿放心啦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台湾 我们不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他们是真的敢办 你看魏凤和 对不对 跟他们两个国防部长 说办就办 但我们台湾不是这样 我们台湾是这个民主 这个讲究人情的国家 大家要知道郑文灿来讲的话 他当过行政院副院长 怎么容易办他 对不对 你看林志坚有没有事 林志坚到现在棒球场的事情 也没有什么事情嘛 对不对 然后台南光电案 对不对 那也是这个叫得很大声 那黄伟泽呢 黄伟泽一样被约谈 约谈完以后也是笑咪咪的走出来 对不对也没事嘛 那另外你知道 郑文灿现在手里面 有很多当初 他当行政院副院长 所掌握到的一些资料 就跟当年那个 陈水扁的总统的女儿 对不对 在公开在电视上面讲 你们谁没有拿过我爸拿的钱 现在郑文灿会不会讲那种话 你们谁没有贪污 只有我贪污吗 你们谁没有贪污 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你看看现在不管是超尸弹 对不对 或者是高端疫苗 或者是说光电弊案等等 有多少 郑文灿手里面 有多少黑箱作业 你们谁敢办我 对不对 你们谁没有弊案 你们谁没有贪污 如果说郑文灿到处反咬一口的话 事情就闹很大 所以我研判这件事情 大概就很快就过个水 对不对 这个赖新泽警告一下 这个郑文灿说 你现在放乖一点 你自己把这个海基会职务交出来 要给信赖人士 我们那时候不是有信赖人士吗 信赖的人员才可以担任这个 这个赖新泽信任的人员才可以担任部会的首长 所以你就乖乖把这职务交出来 然后警觉就是一审重判 二审减半三审迪卡密刷 就出来了就没事了 我特别要讲 其实这个如果说是用贪污治罪条例来办的话 真的是把这个吓死人了 这罪有多重你知道 我们陆军有一个花房部的参谋长 前参谋长 他有一天只是把这个加菜金拿了6000块 请这个大家这个长官的太太小孩一起来 他把这6000块也不是他放口袋里面 就是让这些人大概吃个饭6000块 你知道判多久 用贪污治罪条例判 他判了四年六个月 对不对一个少将就这样子 前途什么都没有了 还要判四年六个月 连终生风都没有 只为了6000块钱 那你想想看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郑文燦来讲 怎么可能会有 怎么可能会判刑吗 我觉得最后一定就是这个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因为他手里面有很多的黑料 对不对 但是我们特别要讲 今天来讲让我们老百姓看在眼里 那立法院国会要不要调查权 要不要过 对不对 我觉得这很重要 那为什么这个民进党 一再的从这个 国会调查权通过以后 从这个复议案 对不对 失败以后 现在又要申请四线 然后就准备明年的罢免 那明天要罢免什么 要罢免一些立法委员 对不对 把他罢免掉以后重新改选 然后民进党希望恢复 立法院的多数的一个政党 那目的什么 现在来讲 从郑文燦这件事情 我们就很明显看出来 就是怕你这个蓝白两个政党 去翻他的一些旧案 把他那个乌七八糟的 这个房间里面 充满了蜘蛛网 充满垃圾 充满了蚂蚁 蟑螂 老鼠 怕他们去把他打扫干净 打扫干净以后 你就藏不了屋了 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 可以你从这个立法院里面 这一系列的操作 就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那民进党打的是什么算 也就是说他后面来讲的话 一定有很多事情 这是不为人知的所知的事情 那我个人认为说是 别怕别怕 这件事情应该很快就可以落幕 应该不会跟连续剧一样 也很久 只要说是 郑文燦把这个职务交出来 交给信赖人士 我想这件事情很快就会结束了 我们先来看到 这个是徐晓星 徐晓星针对这个案件 其实这个案子有点复杂 他特别有推出自己的 懒人包帮助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收费 就是我们一般认定的贪污 再来就是泄密 把这个土地可能要变更的秘密讯息 先偷偷告诉某个人 让他们能够先低价收购 然后之后就可以获取暴利 第三点就是所谓的洗钱 把汇款给洗白 来掩饰或是隐匿犯罪所得 但是我想要来问一下 这个蔡委员的事 海基会董事长被限制出海出境了 徐晓星他认为说 基本上你应该要直接辞职了吧 好另外一个他有特别提到 就是有关于内斗的部分 赖清德其实本来就不喜欢郑文灿 也不想让他当海基会董事长 好原本他属意的 就是所谓的台南帮的无风山 但是呢被蔡英文拦糊了 因此不得不用郑文灿 好如果报道的阴谋论为真 那么赖清德一上任 就开始倾诉前朝的行为 也未免太狠毒了吧 好当然这个赖黄一出手 就是这么狠 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再来回到刚刚的电视墙 还想要请教委员的是 大家好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原蛋白流失速度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十几岩德国专利招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2000大尔顿 小分子好吸收 重金属 需要检验 SGS检测全过关 品质安全有保障 一天一包Va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赏有更多的额外优惠折扣喽 兔顾 优优田 联系片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